早晨好 今天醒来之后这边已经停满了 太冷了 你看今天外边所有的人 都是冬装了感觉是已经是 羽绒服都穿起来了 这个就 我必须得往南边走了 昨天晚上得益于这个接了水电 还不太冷 所以今天就得趁着高速还能 两天免费 今天出发 今天晚上不停昨天晚上那个位置了 今天晚上因为昨天晚上一直在用电碗器 这边开始降温了 所以刚才我在这个超市问这个老板 借了一下电 就直接接着电 今天晚上用电用这个小太阳 我没打算用空调 因为这个空调晚上噪音太大了 就不太适合用 所以晚上还是用这个小空调 这样的话明天一早出发的时候 就几乎满电了 现在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 看在充 1200瓦的充电 那么是42 明天出发时候就应该是满电了 不错不错 今天晚上可以温暖的度过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可能是第二天了 这个还有一功能是转头 它像电风扇一样的 会这个左右摇摆 我有按到旋转吗 还有按到 对 反正就这样子吧 因为我这个板子做的原来是打脚的 后来觉得放它挺合适 最后还是买了 老板推荐这个小花花的这个 这一款 但里边是素色 里边它是这个 我可以反过来盖 因为反正我里边盖自己的被子 上面就盖这一个 出发了 今天一路向南 延级这边呢 就要上站采蘑菇 然后吃点当地特色吧 因为实在太冷了 没办法 白天这个气温还可以 晚上就不去 看这个家伙又开始在这看了 每次出发的时候都要看一会儿 看腻了就睡了 再一次上高速离开延吉 哎呀 今天是看能不能跑到福顺吧 如果可以跑到福顺的话 今天就在福顺过 假如跑不到福顺的话 就半路 我这个 这往哪走啊 往昏春是吗 谁说这国庆高速上 拥堵啊 什么反乘高峰啊 哪有啊 连车都没有 跑了这么半天了 今天就要离开吉林省 应该是 进入辽宁省 应该右侧这种房子 就是很有朝鲜族风格的 这种房子 这边整个一个村子都是 哎 倒上了 跑了200多公里吧 到一个叫江蜜峰的地方 现在 哎哪去了 哎这个也关了 对我刚才把火烤了 跑了200多公里之后 等一下我要出去查看一下这个车的情况 刚好这个 茶也喝完了 倒点茶 吃个午饭休息一下再出发 好 我们来下车休息查看一下这个 那个管子的情况啊 刚好在服务区嘛 不知道里边 那个有没有松动的现象 目前来说这个管子啊 没有松动的迹象 看着还可以的 没有松动就好 现在已经两点半了 但是我还有三四百公里要跑 所以呢 刚才在这儿 找出了一大堆吃的零食 以免路上想吃的时候还可以吃 这样我没有出发了 刚才检查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 油还有多少啊 我可能要绕出去加个油了 油只有不到一半了 我不能在高速里边加油 据说高速里的油不太好 绕出去一下吧 下一个口 已经跑了三百多公里了 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的问题啊 应该是挺难不敢说 应该还是保险点 再开一开试试 今天就要把它开到这个 六七百公里的时候 看看它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 那么就不要再去CS点修了 哇看这天好漂亮 你看这个云 这边树都没叶子了 拖了都 今天出来已经跑了五百七十一公里了 我还有152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 到福顺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按理来说应该是没问题了 不过这边天特别漂亮 这云啊加上日落 晚上去找一个读书时候的朋友 也差不多十年没见了 现在已经晚上六点半了 开了七百一十三公里 开了七百一十三公里 目前没出现什么问题 我可能还有十几公里吧 就到地方了 吃饭了 到达住车位 挺到一个人家的后院里边 先把车在这边丢着吧 今天开了七百五十多公里 从中午十一点钟开始走的 到现在六点多 到地方